現在你們派一組學生來到臺灣 去人民交代 去文化大學 去中山理高 去生日月潭 這個是文化交流 我們都非常歡迎 只要大家民間的這些交流 都很歡迎 但是你不通你們的人 你們的人是臺灣這裡在擠 對 你們住旁邊在加強演習 背來背去 軍艦都要洗來洗去 你們有人在這裡 你們派來統戰的一家 你們還沒來不去 我們會錯亂 想要交流 如果要交流 你們就要冷靜 這些事情都不可以做 大家好好交流 你不能夠一方面又要來交流 一方面又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然後那種有攻擊性的什麼東西 就當我們頂端要背來背去 這個海來端端端端端端去 這樣不好 這樣沒辦法做好鄰居 台灣人也沒辦法感受 你們很希望兩岸一家親的 這一個這個思維 所以大家都認真 這個賴總統明天開始出訪 然後下禮拜回來 一切安排 就是很例行性的到南平 太平洋我們的邦交國 到跟去拜訪老朋友 去他們的智庫 然後也有那裡的僑胞 因為我們的國慶 我們的總統就職 然後這邦交國派人來 總統來 跟輝煌一下 這個是人質長情 阿強不要太緊張 國內的這個紅的藍的 這些立法委員 大家也都冷靜 讓這個賴總統去拓展外銷 這才是中華民國總統 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國民黨很奇怪 好像很多大多數的黨員 除了鍾小平之外 都把過去這個國共對抗的歷史忘記了 你知道當時就是國共對抗的時候 就是邊打邊談 打不過你的時候就跟你談 打得過你的時候就打死你 這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那現在共產黨他那同樣的做法 在對付民進黨的時候 國民黨好像完全看不懂 然後馬英九還樂意去當什麼 當中間的媒人 在那邊把共產黨黨員帶來台灣 像他昨天安排的這個所謂的參訪 台北市的中山旅中的這個行程 很典型的共產黨 這個叫做得寸進尺 殘尸進軍的表現 民進黨的新顆粒 我們來跟我們好好講一講 請教一下一川哥 英國現在出來說話了 反對北京扭曲 未排除台灣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 但重點是賴總統 明天要出訪南泰了 那共軍又開始來搗亂 展開聯合戰備警巡 完全不給面子 這個我們去南太平洋 當然去的時候 經過這個夏威夷 回來經過這個關島 當然有休息 飛機還要整備 整備就加油 上面的物資要換什麼 所以這個以這個方便 然後大家這個很 很這個順利為原則 所以阿公也不用太緊張 這個走南太平洋 這些邦交國 這些過程 不是第一次 沒環樂 不是第一次 因為你們之前也 也透過別的這個人 講說沒有到美國本土 找死人 對所以不用緊張 這個是在美國的這個 他們的國土裡頭 所以這些這一個 不管是紅的 或者是藍的 要怎麼酸 那那是當然他們的言論自由 可是阿公還是這樣 現在你們派一組學生 來到臺灣 去人民交代 去文化大學 去中山女高 去生日月潭 這個是文化交流 我們都非常歡迎 只要這個大家民間的這些交流都很歡迎 但是你不可以你們的人 你們的人是臺灣這裡在擠 對 你們在旁邊在加強演習 在背來背去 軍艦都要洗來洗去 你們有人在這裡 你們派來統戰的一家 你們又在無來無期 這樣我們會錯亂 想要交流 如果要交流 你們就要冷靜 這些事情都不能做 大家好好交流 你不能夠一方面又要來交流 一方面又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然後那種有攻擊性的什麼東西 又到我們上面背來背去 這個海裡面 怕怎麼會怕去 這樣不好 這樣無法做好鄰居 臺灣人也無法感受 你們很希望兩岸一家親的 這個思維 所以大家都認真 這個賴總統明天開始出房 然後下禮拜回來 一切的安排就是很例行性的 到南平太平洋 我們的邦交國 到跟去拜訪老朋友 去他們的智庫 然後也有那裡的僑胞 因為我們國慶 我們的總統 就是讓這邦交國派人來 那位也有總統來 跟輝煌一下 這個是人之常情 阿強不要太緊張 國內的這個紅的藍的 這些立法委員 大家也都冷靜讓這個賴總統去拓展外銷 這才是中華民國總統 應該做的事情 好 但是這個老共不給誰面子 怎麼不給馬英九面子呢 我們請教一下阿苗 因為賴總統明天要出訪南泰了嘛 但重點是馬英九不是邀請了中生團來到台灣嗎 只有共軍照樣擾台 那就像翼山哥所說的阿 那馬英九不是說要交流交流友善的交流嗎 那你共進還是照老台阿 這個共產黨本來就是兩面手法嘛 我覺得國民黨很奇怪 好像很多大多數的黨員 除了鍾小平之外 都把過去這個國共對抗的歷史忘記了 你知道當時就是國共對抗的時候 就是邊打邊談嘛 打不過你的時候就跟你談 打得過你的時候就打死你 這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那現在共產黨他拿同樣的做法 在對付民進黨的時候 國民黨好像完全看不懂 然後馬英九還樂意去當什麼 當中間的媒人 在那邊把共產黨黨員帶來台灣 像他昨天安排的這個所謂的參訪 台北市的中山旅中的這個行程 很典型的共產黨 這個叫做得寸進尺 蠶食進軍的表現 因為本來他們來申請的內容裡面 只有寫說到大學交流 這是第一個 那到大學交流當然OK 因為大學裡面學生都是成年人 那大家都是成年人 多大人的時候 大家根據自己的政治喜好 去做交流去做接觸 這當然都沒有問題 台灣是很自由的 可是呢 他除了本來寫好的說要去大學參訪之後 他後來自己又加碼一個說要去中山旅中 那這就出現一個問題 中山旅中當然是很好學校 我自己的妹妹也是那邊的校友 那不是這個學校有問題 而是說那個學校裡面的學生 其實是未成年人 那你一個未成年人來講 如果你要邀請政治人物到學校 比如說覺得鍾小平很不錯 要邀請去演講 那應該是比如說學生有社團 真的覺得這個人不錯 我學生邀你來 那你被動受邀去 我覺得這個OK 還說馬龍很帥是吧 如果是學生要求我覺得是OK 可是你主動說要帶共產黨員去學校 學生沒有邀你 學生沒有邀你 也不是學校裡面老師說 我們上課需要 所以邀請你來演講 沒有 你自己馬英修說你自己要去 這就有一點 由上而下 想要介入校園的這樣的感覺 像我我算是臺北市議員 我也不能隨便到臺北市 哪個高中說 我要去你那邊演講 你就要讓我去演講 我不能做這種事 可是馬英九 帶著他的共產黨員的參訪團 帶著馬龍 他就幹這事 後來臺北市政府都說 好啦 那我們就把他定調 到校務參訪 你來這邊校長接待 你都是成年人 大家來介紹學校 他的計畫最多都寫到這裡 結果人到現場之後 竟然人到了臺灣 透過國民黨立委賴世保 要求加碼 說要跟學生互動 我們沒有拒絕交流 我們沒有拒絕交流 現在國民黨賴世保 是要把拒絕交流 這帽子就扣到教育部頭上 但我就問馬龍都來臺灣了 有拒絕交流嗎 馬龍我們都讓他走到 未成年高中生的校園裡面 我們有拒絕交流嗎 我們唯一一個卑微的請求是 請你不要去騷擾學生上課 就這樣結果還要派賴世保出面說 教育部你都不讓馬龍接觸學生 所以你這就是拒絕交流 我們臺北市的這樣子未成年的女高中生 是你隨便共產黨員說要接觸的接觸了 所以我在這裡我還是要給中山女中 跟臺北市教育局一個最基本的肯定 要守住這條界線 一剛開始就沒有講說要讓他來 隨便的接觸我們的學生 一開始就沒有講說要讓他來 讓我們的年輕學子未成年的 進入到他們的鏡頭裡面去 拍做統戰影片的樣板 上傳到微博 上傳到抖音 他們就是這樣操作 發展了 張大禮 下面 我們就終究竟了 提到 我